航母上的舰载机有很多种,一般人们都会对于战斗机加以重视。 其实还有一类飞机作为舰载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垂直起降战机。 对于很多人来说垂直起降战机可能是比较陌生的名词。 要是不提起可能很少有人想到,其实起降战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起飞时不用太长的跑道,起飞时间也能大大缩短。 而且能停留在空中,对于作战环境的要求也不大。 虽然在性能上与主流飞机相比还有些许不足,但依旧是我国不可缺少的机型。 历史上最先研制出垂直起降飞机的是英国。 但目前世界上垂直起降飞机发展的最好的还属美国。 美国通过借鉴英国垂直起降方式,在技术上不断革新。 其垂直起降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在该技术上我国与英美相比还差了一些。 不过如今我国垂直起降技术发展势头比较好,在建造技术上也还不错。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垂直起降机还属美国的F35B。 优越的性能加上属于第五代机,使得很多国家对于垂直起降机的研制望而止步。 我国正处于发展快速阶段,对于垂直起降机还是有一定需求的。 在面对外敌时,垂直起降机能在狭小面积中起飞。 还不需要跑道,灵活是它的优势也导致了它的缺点。 垂直起降机无法承载太多负载,这使得其导弹配备很少。 而且发动机的功率不能使垂直起降机有很远的飞行距离。 但有一点还是很有优势的,就是能作为航母上的起降机。 首先航母上的面积有限,配备的舰载机数量不多。 而垂直起降机能很好的平衡航母舰载机的数量,这也是增加航母力量的方法。 我国航母也正需要一些飞机来填补舰载机不足的现状。 我国目前垂直起降机在不断研发突破,很多媒体就报道过。 预计我国歼18就是作为航母上的垂直起降机来使用。 而且其关键的瓶颈技术已被攻克。 很多网友也说到我国垂直起降机的服役时间也就看歼18什么时候能研制出来了。 我国垂直起降机研制项目前身还属1969年的4号任务。 然而只经过两年时间就停止了,在当时我国军工发展比较缓慢。 垂直起降机计划也比较匆忙。 但如今我国歼20的服役以及第二款5代战机研制顺利。 这也使得我国航空工业载战机的气动设计、隐身能力。 机在电子设备等方面都有很多经验,研制垂直起降机也有一定基础。 但在垂直起降机的动力系统上还是缺少很多经验。 只凭借升力发电机起飞会导致飞机推力发动机与升力发动机互为死重。 飞机性能会下降不少,但相信经过我国科研人员的努力。 垂直起降机定能研制成功。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